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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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谁敢留 我心 碎流 欢迎声声机号游戏播客 然后这是一个加调story节目 我是四川 我是老白 好我们这期主标题所见 接着给大家讲这个刘思欣的短片 这个我们之前都都讲差不多 那个那几期都讲差不多了 是吧 什么地火呀 张文道中国太阳地火 那么就是有一个名片 也是一定要讲 就是我们这期选择的这个 主要是感觉不讲不太礼物 就是这个相存教师啊 这个非常非常狠近的一个 是的 中国太阳地火还有相存教师 这三部我愿称之为刘思欣的新纪元三部曲 因为这三部短片小说里边的环境啊 时代性还有它的主人公其实是串联着的 我们在乡村教师里边看到这样一个乡村环境 那么有一批小伙子从里边走出来 嗯 然后呢变成了产业工人 到了地火的描述的这样的矿上 嗯 去做工 这是其中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从矿上离开 然后到了城市 在城市里边有了自己新的生活 这是这二十几年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是他们的人生命运也由此改写 四弟 那么包括说是呃 乡村教师这部小说呢 是99年成稿 01年发表 是的 从99年到现在也是25年 嗯 这25年就像那个我们上一期的地火里边说到的 就这25年是一个巨大周期 不仅是人的成长周期 也是历史变化的周期 四弟 对 所以呢今天在这个时间点再给大家重新讲乡村教师 对于这个听过了 读过了朋友 当然还能回味一下这个故事 非常妙的一个韵味啊 嗯 对于之前这个可能偶尔只是听闻啊 刘思琴写估成的教师的朋友呢 嗯 给大家感受一下这篇的这个杀伤力啊 哎 非常狠 这篇吧 非常实际的一篇啊 这篇的杀伤力呢 其实如果说你是在他刚出现的时候 嗯 你读到他 你可能还觉得就是这个就 不算什么 嗯 因为他描述是现实 四弟 对 但是呢在25年之后 你再回头来看他这个这个网上劲大不得了 嗯 是这样的 就就好的文学作品 他就像陈酒一样啊 越陈越香 厉酒迷心 是的 包括说对于今天不熟悉乡村教师所在时代背景的读者来说的话 嗯 如果你在阅读这篇两万字的短篇小说的时候 嗯 啊 对那个时代的背景 同样进行一个梳理和认识的话 你会知道就是他里边所蕴藏的力量有多么可贵 嗯 是这样的 以及就是他所能够代表的那种真正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究竟是什么 是的 我只需要一个爱人和一个温暖的家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了 正式开始 说那么多也没啥用啊 咱们就直接开始了 直接开始了 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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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教师的开局 嗯 也是死亡 呃 他像地火那样 地火是呃 呃 一个老矿工的死亡 但是相当教师的死亡是一个预兆性的死亡 或者是这种预言 是的 对 他说 他知道这最后一刻要提前讲了 他是谁 嗯 在后面会有一个具体的交代 嗯 又一阵剧痛从干部袭来 几乎使他晕厥过去 他已经没有气力下床了 便艰难的一进床边的窗口 月光映在窗纸上银亮亮的 使小小的窗户看上去像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 那个世界的一切一定都是银亮亮的 像用银子和不动人的血做成的合景 嗯 他颤颤的抬起头 从窗纸的破洞中望出去 幻觉立刻消失了 哎 他看到了远处自己度过了一生的村庄 嗯 这是一个这个将死之人的一个情形 是的 这里边其实就有一些信息量 但是呢 如果说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这样一个实在性的关系 首先呢这是在90年代末 那么他所在的村子呢 他所住的房子还在用窗户纸 哎 而没有玻璃 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就是当时的乡村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嗯 那这位主角也就是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 他在自己这个村子度过了一生 从出生上学再到就业 一直是在这个村子里边 他从事的是什么事业呢 是扫盲事业 是义务教育事业 是的 那么我们之前在这个苏联美学第十期啊 谈到这个就是苏联扫盲的时候 也简单讲了讲我们这个中国的扫盲过程 是的 呃实际上从七八年开始 然后一直到九十年代末 嗯 中国一直在致力于推行的是普及这个义务教育政策 嗯 让九年制义务教育成为适龄的少年儿童都能够享受到的这样一种 怎么说呢 是必要的权利 对 你按照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这样一个阐述来讲的话 它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教育制度 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嗯 那么包括说像学费杂费的减免国家建立的这样一个经费保障机制 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 嗯 这一系列的工作是从七五八五 嗯 这个时代开始 嗯 然后呢 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仍然在艰难的攻坚之中 是的 啊 那么九九年的义务教育的情况 是什么样呢 现在你在网上能找到就是教育部的九九年义务教育公报 嗯 它的统计 嗯 简单的说吧 嗯 就是 道祖切长 嗯 那么当时全国有小学是58.23万所嗯 在校生是1.3个亿嗯 嗯 那么初中是有6.44万所嗯 嗯 在校生是5800万人 其中还包括一部分职业初中嗯 嗯 那么当时的初中毛入学率是88.6% 嗯 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是49.96%嗯 将近50% 注意这个升学不是只升入高中嗯 是在义务教育完成之后继续接受其他教育 嗯 换句话说有一半人上完了初中之后就不再读书了嗯 嗯 嗯 那么初中学生的辍学率99年给的年报是略有上升哦 由上一年的3.23%上升到3.28%就是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 这样子对 那在99年这个年报里边其实有一些数字是今天所没有的是20多年之后所没有的哦 就是全国的小初中专任教师分别为586万人和318万人那么民办教师的比重在不断的下降哦 小学初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是95.9%和85.5%嗯 嗯 小学和初中的师生比平均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20个学生对对一个老师嗯 这样子是 那么这里边其实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 现在的话在这个报告里边已经忽略不计了几乎就没有了嗯 是什么呢 中小学的校舍微防面积哦 嗯 嗯 在99年的时候还有740万平米的微防嗯 嗯 这已经比上一年减少了264万平米减少了四分之一 是的 是 那么全国的校舍微防率是0.7% 是的 啊 已经低于1%了 这已经是普九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了 嗯 那包括说像理科教学倚气设备教学分组实验图书配图书配图书配备的达标 嗯 这一块呢其实都在70%左右 嗯 如果说这个是放在今天互联网上就咋会闹下来了你知道吧 嗯 但是问题在于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是的 嗯 这个里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数字是值得人关注 因为老师带学生老师对于学生的关注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嗯 所以本质上来讲的话 一个班二十几个学生或者说是不超过40个学生这样中小班制它是更有利于教育发展的嗯 那么在99年的时候普通初中的大班制大班额的这样一个现象嗯 是什么样的呢 全国的普通初中班数有104.5万个 其中超过55个人的大班嗯 有41.2万个 对我小学的时候我们班一个班就50万人 对 然后呢 那这41.2万个班占全部的初中总班数的39.4% 嗯 将近40%嗯 可见就是说当时师资力量窘迫 是的嗯 还有学生的这样一个迫切嗯 那与之对比的是什么呢 2022年的统计全国56人以上的大班和超大班只有4522 嗯 这个比例已经是99年的1%嗯 那他占全国总班数的比例只有0.4%嗯 那个时候那个全国总班数是104.5吗 今22年的统计是111.85嗯 更多的老师加入了教育的行列 哎是的 嗯 十字力量能够让学生得到更好的教育 是的 对 这就是一个明昏昏的感觉嗯 而这是坚持不懈的几十年的在教育这个领域的持续投入 才能够做到嗯 确实是 所以就是说单从这一点你就能看出来 这20多年发生了多少变化 是的啊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今天再回首相声教师这一篇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种变化比比皆是嗯 那么在你阅读它的过程之中 只要你注意到一点细节 你就会被摁在地上捶嗯 本一种就是惊讶震撼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 都经历过这个时间的洪流 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就是说世纪之交 然后到现在嗯 变化这么大 它的变化是这么大 是的 嗯 然后在99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点的东西叫希望工程 嗯 对啊 这个是从4月15号1991年4月15号开始 那么共青团中央中国庆议会 嗯 那么正式开启的这样一个 帮助中国的贫困少年儿童上学的这样一个活动 没有人没看过西洋工程的宣传 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 嗯 嗯 对 那么截至2019年的时候 西洋工程是累计接受捐款161亿元 嗯 一共资助了家庭困难学生是617.02万名 原建西洋小学20359所 嗯 嗯 这是与那个时代对比所发生的改变 嗯 那么在刘思琴写乡村教师的同一年啊 就我们的国师啊 嗯 一谋先生 是拍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片子 就是一个也不能少 对的啊 他讲的就是怎么样让面临失学的孩子们回到 回到课堂回到教室上学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哎 是这样的故事我认为这是国师最好的影片之一 嗯 对 而且就是当年还有一个去谈就是加纳 他就去参加电影节嗯 然后就是对方认为说你拍这个题材嗯 本身来说的话你是为你是你是在为中国的政府行为做宣传嗯 嗯 嗯 张与谋很生气就把片子撤回了哦 就是说你们这种理由让人觉得可笑是嗯 你你们不是说那什么就是想看到好电影 你们是黑白不分嗯 爱听不听爱看不看爱即可看不看去你妈的 嗯 对 因为就是在一个都不能少里边他传递的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真实情况 如果说我们在那个中国太阳还有地火这两部片里面你看到当时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嗯 当时的工况是什么样的那这一篇像你揭示的其实就是当时中国的乡村是什么呀哎 当然不是所有乡村都是这样但是他至少是一个典型乡村的反应那像这样一种描述嗯 就比如说这个时候因为村子里的大人们都在外边打工成年人们都在外边打工所以村子里只有老人孩子嗯 那么村子表现的美丽温暖的时候呢就是秋收的时候外面打工的男人女人大都回来了嗯 那么这个时候村里边有人气有人声和笑声啊但是呢正月十五一过村里的青壮年就又都出门了这个时候村子一下就没了生气 只有每天的黄昏稀稀拉拉的几缕吹烟升起时村头可能出现一两个老人扬起山核桃一样的脸眼巴巴的望着那条通向山外的路直到在老槐树挂住的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嗯 天黑之后村里早早就没了灯光娃娃和老人们睡的都早店费贵 现在到了一块八一度嗯 这个事你放在今天他妈就不可思议嗯 我小时候回奶奶家过年的时候晚上也是早早的就会关灯孩子那个不适应也不懂就觉得奇怪 但实际上去啊还是就是当时老人家省电省电就得省电而且到了后半月有的时候就供不上 就是就是你洗起了想有电也就没有电力不供对就是不供对这个里边就要说到这不这个小说写作99年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正是农村供电嗯 最为迫切然后呢也最为青黄目的的时候嗯 国内的这个就是农村供电一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嗯 那么从建国初 引入这个农业机械 然后使用电力排罐 就是水田这一部分 那电力普及是逐步的推进的 到了七八年的时候 虽然是说农村的面貌有很大改变了 但是40%的农民 或者说是农村地区 还是没电 对 那么到79年的时候 水利电力部对农村的低压电网进行的改造 94年中国的电力扶贫共赴工程 是正式开始实施的 但这个时候其实出现的问题是什么 所有的资源都市场化 那么农村电网本身它的水平不够的 还有大量的地方私建小水电 所有东西 整个农店的管理的体制是非常乱的 电价非常之高 那么说一块八一度电 这个就是电价的峰值 其实就是出现在9899年 正好就这时候 对 然后人们的收入又跟不上 所以说人们是在字面上用不起电 那么当年的时候 98年当年国务院做了一个决策 两改一同价 两改是改造农村电网 改革农店管理体制 实现城乡用电 同网同价 事实上是把资源的一个歧视性分配 彻底的隔出去 掰回来 掰回来 那么从98年到04年 两期农网的建设和改造工程 一共是投入了2100个亿 是新中国建立以来50年投资的总和 就为了解决农村用电这个事 但是在99年的时候看不到这个 对 而且呢 在这个用电工程改造之后 它直接汇集到的是4.8万个形状村 1.51户 农民 那么到了05年的时候 农户的一度电就下降到0.52元一度 这是城乡真正的铜网铜店价 在此之前呢 老乡们还得忍 是的 至少在这个小说写的这个时间点 还没有这个东西 没这个东西 对 所以说没有电 很多现代化的东西就没法引进来 是的 电器靠啥 是吧 你也不能踩自行车轮子看电视 对吧 是 然后你是吧 就像我们前两年那个 开玩笑说我手摇上网 没着饿 是的 所有的现代化要素都没有 是的 现代生活建立在电的基础上 这是一个 那接下来说的就是另一个农村人 最为关切的东西 嗯 就是收成 嗯 种田 是的 嗯 这里边说到说 今年是连着第五个旱年了 要想有收成 又要挑水交地了 嗯 为什么没有水 因为生产力不足 对 想要让水上来的最便捷的方法是什么 使用机械 对 机械需要什么 需要电 嗯 都能连上 全都能连上 嗯 哎 小时候我老帮那个家里人打警 那个摇警 嗯 那真是不是一般活 摇露露那可不是一般 嗯 对 所以他说到 想起了田地 他的目光向更远方移去 那些小块的山田 月光下像一个巨人登山时留下的一个个脚印 在这只长着金条和毛蒿的石头山上 嗯 田也只能是这么东一小块西一小块 别说农机连牲口都转不开身 只能凭人力种 哎 这个描述在我小时候的初中地理课堂就已经清晰的有表述 中国的可耕种面积 嗯 为什么很珍贵 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地区 想种地非常困难 对 可能说直到现在依然是老大男的问题 嗯 就像这种石头山 这种地方 对 怎么种地 对 非常非常难 接风查真 是 就只能接风查真 那种 然后就是想引入什么积极化 想积极化 形成积极化农业是非常非常难的 嗯 那小块农地这个事啊 其实是呃 怎么说呢 嗯 就是中原地带 嗯 关中 嗯 闪根 这些地方包括说江城户 非常多的地方一直面临的问题 是 像这里边小说里边描述的 说去年一家什么农机厂到这儿来推销一种 微型手扶拖拉机 可以在这个巴掌大的地理干活 嗯 那东西真是不错 可是村里人说他们这是闹笑话的 嗯 他们想过那些巴掌地能产出多少东西了 哎 是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绣花似的种 能种出一年的口粮就不错了 嗯 遇上这样的旱年 可能种子钱都收不回来 对 为这样的田买那三五千一台的拖拉机 再搭拖两块多一升的柴油 哎呀 这山里人的难处外人哪能知晓 是的 这个里边就说两个人 一个是我们说到这个大国小农的问题 所谓的小农经济有个很大的特点就在这里 对 啊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被束缚在土地上 嗯 因为人均地少 对 你只能 你要想吃饱只能靠种地 嗯 但是地理种的东西又非常非常有限 对 那在19年的时候 就是农业部 做这个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 这是2019年 嗯 将近2020年底的时候 给出的这样一个数据是什么呢 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 嗯 98% 小农户经营耕地的面积 占据总耕地面积的70% 嗯 那当时的中央农办副主任 副部长韩骏 介绍的情况是什么呢 说全国有2.3亿户农户 嗯 户军经营规模7.8亩 但是经营10亩以下的农户就有2.1亿户 嗯 两亿人 是的 的地 是这样的 就是人均一亩三分地 户军不过10亩天 是的 嗯 那么 韩部长还特别介绍说呢 西南地区的丘陵山区 不但户军经营规模小 而且地块零散 比如四川省的每户地块 嗯 它光地块拆分就在10块以上 哎 每块地只有0.4 非常非常少 在川北的这一部分地区 嗯 所以说这部分的描述非常非常现实 这是一个 嗯 另外一个就是99年和现在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嗯 就是机械生产能力 嗯 制造业方面 那么 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 就是农机总动力 农业机械总动力 嗯 它标志的就是 投入 农业的所有的机械 它的功率是多少 就意味着就是 你的机械化 能够用在农业上 有多少 是的 啊 那么这个数 1978年是1.175亿千 嗯 到了99年 就农业篇有说的时候是4.899亿千万 嗯 已经涨了四倍 是 但是还是远远不够 是 到了21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变成了10.78亿千万 嗯 又翻了一倍多 而且经过测算来讲的话 就是目前呢 按照18亿亩 红线的这样一个耕地面积 来进行测算的话 10亿千瓦的总动力 基本上能够满足 农业的大部分需求 嗯 这里边包括说是 播种收割 排罐啊 等所有的这样一些机械算起来 但是当年你可以看到 还有一大半的缺口 嗯 就是在99年 虽然说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照今天 仍然还有特别巨大的缺口 是的 这就是当时 一个典型农村 面临的这样一个环境 人多地少 是的 投入产出笔不足 嗯 没有能源 没有机械 对 人都没有 人都没有 就是成年人都在外边 是的 你又没有什么办法去应对 那时候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是的 孩子上不上学 谁管 是的 有人管吗 嗯 但总有人坚持 是的 嗯 所以说呢 接下来其实就到了 他在回顾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 看到的自己的学生 嗯 这位生命竟然走到尽头的老师 嗯 看到窗前走过了几个小小的黑影 嗯 这几个黑影在不远的田笼上 围成一圈蹲下来 不知道要干什么 嗯 他知道这都是自己的学生 其实只要他们在近旁 不用眼睛 也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嗯 这直觉是他一生积累出来的 只是在这生命的最后时间里 更敏锐了 嗯 他甚至能认出月光下的那几个孩子 其中肯定有刘宝柱和郭翠花 嗯 接下来说说就是他们俩身世 嗯 这俩人的身世呢 是当时的一个典型问题 对 就是男孩刘宝柱的的 嗯 妈嗯 是买来的 对 说他爹十年前买了个川妹子成亲 生了宝柱 五年后 娃大了 对那女人看得也松了 结果有一天他跑回四川 嗯 还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 嗯 那 女孩 郭翠花 嗯 就是 他的母亲是有精神疾病的人 嗯 但是呢 在买卖式的这样一个嫁娶的情况下 这种悲剧 嗯 就注定了 嗯 说 他那个疯妈妈的病 现在是越来越重 犯起病了 白天拿菜刀砍人 晚上放过烧房 更多时间是在 阴森森的笑 嗯 那声音让人寒毛直树 嗯 本来娶来的时候还挺不错的 嗯 但是喜事办完之后 大伙就发现他 他是个方 后来仔细一想 也对劲 嗯 好端端的女人 哪会到这个穷的鸟都不拉屎的地方来 嗯 嗯 这涉及到90年代的一个 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情况下 人口贩卖的现象非常严重 对 那么当时的人口流动规模 保守估计是1.5个亿 天 对 那在这里边隐藏的拐卖的问题 包括商业性的剥削 嗯 那么卖作人妻嫁娶 嗯 非法领养 强迫劳动和乞讨 嗯 等等 那么在06到07年 全国媒体报道的 就是建筑与抱端的拐卖案件 嗯 是有800起 是 对 在07到08年的时候呢 这样一些案件的统一调查 显示云南和广西是主要流入地 嗯 那福建广东山东是主要流入地 那河南既是流出也是流入 哇 穿闪单也是这个 哦 对 这就是当时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 嗯 人口形式 是可以这么说 对 因为在就是 我们说那个 那个时候有余话 其实挺有名的 就越生越穷 越穷越穷越胜 哦 对 对 对 其实 它是以一个普遍贫困的这样一个前提 作为说这句话 我们今天说这个东西 嗯 你可能会说 你这一点 一点心肝都没有 嗯 但那时候 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 是的 对 你本来生存资源就是很有限的 那么在 传统接代的这样一个就是人作为一个生物性的物种的这样一个自然需求面前 人们其实没有什么办法 对 嗯 当时就是这个贫困的农村地区就是有这样的对 很客观的问题 而且在这样一种情况的就是怎么说呢 就先决条件的笼罩之下 嗯 人们其实很难从这个科救里边争托 是的 嗯 接下来就是本村的人说完了 嗯 他要说说外村的孩子 嗯 说他们的村子离这里最近的也有十里山路 嗯 只能住校了 在这所简陋的乡村小学里 他们一住就是一个学期 嗯 娃们来时除了带自己的铺盖 每人还背了一袋米或面 十多个孩子在学校的那个大灶做饭吃 嗯 当冬夜降临时 娃们围在灶边 看着菜面糊糊在大铁锅中翻腾 灶堂里借感橘红色的火光映在他们脸上 这是他一生中看到过的最温暖的画面 他会把这画面带到另一个世界 嗯 这个确实是最温暖的画面 但他背后的问题就最为赤裸 嗯 没饭吃 对 饥饿 饥饿在威胁这些孩子 嗯 对 是的 而且你看到就是他们要在这个学校住一个学期 嗯 对 来的时候带着粮来 来的时候带着粮食来 嗯 农村孩子没饭吃这个事 这个不是说那个 嗯 就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才才有的问题 这个是更 这是更古以来的这样一个情况 是的 对 那农村孩子五六岁就可以视作劳动力了 是的 如果说你对这个就是那个苏联美学第十期 你讲到就是德国推行义务教育的时候 那一段有记忆的话 你就知道当时的农民是 集体组织起来反抗都学的 是的 因为什么呢 就是六七岁寒 你这可以可以打扫放牛了 对 可以干活了 对 你让上学上什么学 是的 少一些劳动力 等于说从我家里凭空拨走一个劳动力 我还要给他口量 我是亏的 对 你要想算账了 这事就是亏 对 养不钱就是亏 对 所以说呢 后来国家认识到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想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 你要先让他吃饱 对 而且这个吃饱呢 不能是剥离家里的成本 对 就像我妈为什么能从她那姊妹几个出来读大学 一个很重要的是她家是最小的 她出生的时候 我最大的那个姨和姨父 甚至都快嫁出去了 好像都已经嫁出去了 对 所以这样他这个 这样的话 这个农民的农家的 比如说还算比较开明像我老这样的老太太 或者想的比较多的老太太 才能动这个心思说 供他上学 给那孩子供的都能上大学了 对 不然是很现实的情况 要不然饭得吃 活得干 你看就是咱们跟那个谭开老师 对 咱们采访谭开老师 谭开老师 那个他年轻的时候 他不读其中吗 嗯 然后就后来那个 就是等于说上面选拔 召到那个雷达招科学校 他当 对 他当时为什么特别坚定就去 他去了之后 白吃饭 对 家里不用补贴他 就是特具体的事 不用动家里口粮 对 这是个特具体 他去了就吃解放军饭 是啊 对 就是解决吃饭问题 解决吃饭问题 这个事特别特别具体 是的 极其具体 你像就是 包括说 那个今天在那个所有的 学校食堂 食堂的 所有学校食堂的采买 其实都是国家补贴 嗯 对 对 他是走教育系统的 专门的这样一个资金 嗯 这里边涉及到就是99年之后的这样一个变动 就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嗯 这份纲要的决议是什么呢 要提高农村学生 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健康水平 嗯 他决定是从2011年秋季学习起 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嗯 他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教育水平 实现教育平等 嗯 同样两个孩子 一个城里的 一个村里的 村里的孩子连饭都吃不饱 我们在 我们在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基础上是谈不到任何平等 是的 所以到21年底的时候就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嗯 他汇集的农村学生是3.5亿人次 嗯 3.5个亿 是的 而且就是这套东西呢 他就像就是当年苏联人推义务教育的时候 嗯 因为就是根深蒂固的习惯 它是改变不了的 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嗯 就是你看了那个21年的就是办法调整 嗯 除了把这个学生就农村的学生这个膳食补助标准提升之外 嗯 而且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细则规定 哦 特别具体 真的是特别具体 嗯 就是我所知道的有些地方 你打比如像这个办法里边说说 国家试点地区 嗯 原集中联片特困地区线 阔湖不凯县城 嗯 不凯县城 嗯 所需资金继续由中央财政承担 嗯 地方试点地区所需资金 地方财政承担 中央财政在地方落实国家技术标准之后 按照每升每天对应的钱 嗯 给予你足额的补贴 就是你去实施这事钱我给你 钱给 钱给你 但是你要怎么实施呢 嗯 规定非常清楚 营养膳食补助资金 应全部用于为学生提供等值优质食品 嗯 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学生家长 哦 特明白 必须得让孩子吃肚子 不得用于补贴教职工和城市学生护士 嗯 不得弥补学校公用经费和开支聘用人员费用等 这个钱就是用来吃饭的 你就必须 任何形式都不行 就得是吃肚子 我知道之前就是那个闪干的一些 省份下到具体的执行的时候 执行的时候 嗯 菜码都给你规定清楚 就必须得吃什么 就比如说是在这个规定这个办法 嗯 刚开始执行那几年 就15年之前 嗯 你用这个办法 你菜里不能有炒鸡蛋 哦 是吗 对 就定了死了 就是学生必须要吃鸡蛋 但是你要给学生发煮鸡蛋 绝对不能给他发炒鸡蛋 哦 为什么呢 嗯 因为炒鸡蛋能做假 卧槽 是这样吗 对 哦 还有这样故事呢 我都不知道 就是煮鸡蛋 你能确保每人每餐一个 哦 能吃够量 能吃够量 就是这个营养能真正到小孩子身上去 哦 炒鸡蛋 有可能 我炼化不了这个东西 哦 我擦 就包括说每天的肉菜油的这样一个消耗 哦 这样一个采买 就是各地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你不要拿这个东西去考验人性 对 你如果说考验人性的话 这个事一定会出问题 嗯 就给你定死了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看似事无巨细 就给你 就摁死 嗯 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才保证了就是110年到20年 这个发展更要的实施 嗯 让这一代的农村孩子真正吃饱吃好 是的 然后呢 他能吃饱 他才有足够的精力和能量 去学习 是的 嗯 你想想看 就是说 这一串 嗯 这小说开始才 两三段吧 两三段 你知道吧 就是 这个每一段里边所描述的一个实在特征 就必须用非常详尽的数据 或者说是对应的内容去解读 是的 你应该知道 就是说在那个年代 而且在我记忆里边 99年 我操 已经很好了 对 是的 是 已经很好了 对于我来说 已经很现代了 对 但那个时候中国是那样的 对 对 所以说 说回到这个小说 老师的思绪又回到这个 面对的孩子们中间 嗯 孩子们在给他烧香 嗯 有的还烧起纸来 嗯 其实是在祈求老师的健康 嗯 在为老师祈福 他脑海中出现了另外一个 类似的画面 当学校停电时 可能是因为线路坏了 但绝大时 绝大多数时间是因为交给电费 他给孩子们上晚课 他手里举着一个蜡烛 照着黑板 说看得见吗 嗯 说看不见 哎 啊 我们总是这么回答 那么一点点亮光确实难看清 但是我们缺课多 晚课是必须上的 于是他再点上一根蜡 手里两根举 说还是看不见 嗯 他于是再点上一根 虽然还是看不见 但是 我们不喊了 因为他们知道再喊老师 也不会加蜡 蜡烛再多也是点不起 是的 所以他说 娃闷和火光 娃闷和火光 总是娃闷和火光 总是夜里的娃闷和火光 这是这个世界 深深刻在他脑子中的画面 但始终不明其寒 嗯 就是在我们刚开始开头的时候 他已经这个 在生命迷流之际的时候 看到的还是这个画面 嗯 他说 他用尽了一生 在娃闷的心中 燃起科学和文明的火苗 但他明白 同笼罩着 这偏远山村的愚昧和迷信相比 那火苗是多么弱小 嗯 像这深山冬夜中 教室里的那根蜡烛 因为他刚 他刚才看到的娃 那个和火光 是那些娃的给他烧烧烧香 他在想就是说 这个火苗 这个火苗 什么时候能变成文明的雄雄烈火 是 他又想起半年前 村里的一些人来到学校 要从本来已经很破旧的校舍 取下船的墓 嗯 说是修村头的老君妙用 问他们校舍没顶了娃们 以后住哪呢 嗯 他们说 可以睡教室里 嗯 他说那教室四面漏风 大冬天能住 嗯 他们说 对 他们说 反正都外村人 哎 他拿起一根匾呢 和他们拼命 结果被人家打斗了两个类物 嗯 好些人抬着他走30多里山路 送到了镇医院 实际上在当时就90年代的时候 就教育系统 包括说是 学校 嗯 被就各种卡脖子 这个事 嗯 很具体 很对 啊 如果说不想看太沉重的 可以看看就是 赵文山有一年的一个小区 也是90年代末的一个小品 叫牛大叔提干 哎 啊 他上 上级的行政单位 嗯 去 给村里的村办小学找玻璃 哎 最后的结局是玻璃也没整着 哦 学会扯淡了 嗯 对 可以看一看 这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作品 嗯 但老师在这一次就是受伤之后呢 检查商是发现患了食道癌 嗯 说这并不稀奇 这一代是食道癌高发区 嗯 那镇医院的医生恭喜他因祸得福 因为他的食道癌先处于早期 还没有扩散 动手术就能治愈 食道癌是手术治愈率最高的癌症之一 他算减了条命 哎 嗯 但是呢 咱们就得说啊 嗯 就食道癌这个事在中国 嗯 还真是个挺严重的事 是的 啊 他在中国的恶性肿瘤死亡原因里排名第四位 嗯 中国的食道癌发病和死亡病例占全球一半 嗯 啊 全球每年的食道癌发病是57万人 死亡是50.8万人 嗯 死亡率其实很高 是 对 中国是每年发病确诊是30万人 死亡28万人 那么华北 川北 苏北和闽南地区都是著名高发区 嗯 结合到就是 刘思欣本身的这样一个 呃 他在娘子馆电厂这样一个经历 嗯 你知道吧 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在陕北和川北 这一块嗯 的一个位置上 对 这一带确实是一个动化区 嗯 那老师呢 去了省城的肿瘤医院 到那问医生 动物疑似这样的手术要多少钱 嗯 医生说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住我们的扶贫病房 嗯 其他的费用也可以适当减免 最后下来 不会太多 也就两万多 呵 他妈99年两万多也不少 想到他来自偏远山区 医生接着很详细的给他介绍住院手续怎么办 嗯 他默默的听着突然问说 要是不手术 我还有多长时间 嗯 医生呆呆的看了他好一阵才说 半年吧 嗯 并不解的看到他 尝出了一口气 好像得到了很大安慰 嗯 至少能送走这届毕业班了 这就是老师心里所想 惦记的还是这这这些孩子 嗯 老师心里想说 他真的拿不出这两万多元 嗯 虽然民办教师工资很低 但干了这么多年 孤身一人无钱无挂 按说也能攒下一些钱了 只是他把钱都花在娃们身上了 他已经记不清 给多少学生代交了学杂费 最近呢 就有刘宝珠和郭翠花 就是前面提到 村里的俩孩子 嗯 更多的时候 他看到娃们的饭锅里 没有多少油猩猩 就用自己的工资 买些肉和猪油回来 嗯 反正到现在 他全部的钱 也只有手术所需用的 十分之 哎 倒是这也就 对 就这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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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老师 是在现在的农村 嗯 得了这个病的话 我们暂且不谈这个发展 嗯 仅从制度上来说的话 他还有可能 能把命保住 哦 因为现在有新农河 哦 对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是的 这个 那么 他现在已经整合为 丞相居民 医疗保险制度 嗯 在新农河开始推的 这样一个过程中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说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 非常之长 从建国就有 嗯 嗯 50年代初创 60到70年代的发展 但是在80年代随着一系列原因 濒临解体 嗯 90年代之后呢 重新恢复和发展 那么所谓的新农河 就是针对老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嗯 而设立的 它起源于什么时候呢 就是1999年 哎 就是这个时候 嗯 在这一年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新启动 哦 它要解决的是 因病反贫 嗯 这样的一个互助共济的这样一个方式 嗯 那 总体来说呢 推行到现在 从99年推行到现在 25年之后 到2011年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 就已经覆盖了全农村的 居民了 参保人数是差不多 8个亿 嗯 参合率 说是农村居民的参合率是超过96% 目前全国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保险制度参保人数是 10亿以上 嗯 基本上可以说是 只要有工作或者有登记的 如果你希望的话 就都在这个保险制度 嗯 所以说呢 在这样一个就是 呃 石道癌高发地区的话 它很有可能会被列入常见大病的名录 嗯 嗯 那么按照 报销比例的话 就政策范围那个报销比例 可以达个70%甚至以上 嗯 但当时没有 但当时没有 嗯 99年的时候没有 是的 对 如果是今天的话 他有很大可能活下来 嗯 但是在99年呢 他作为一个小说中的主人公 很有可能就得选择 另外一条路 嗯 而且当时他也选了 他也选了 他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嗯 所以呢 他知道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那么他在省城的大街上漫步的时候 他很坦然 他说个人有个人的命 早在20年前初中毕业回到山村小学的时候 他就选定了自己的命 嗯 再说了 他这条命很大一部分是另一位乡村教师给的 哎 因为他就是在自己现在任教的这所小学度过童年的 嗯 他的爹妈死得早 那所简陋的乡村小学就是他的家 他是孤儿子 嗯 他的小学老师把他当亲儿子带 日子虽然穷 但他的童年并不缺少爱 嗯 那他小的时候 这个乡村的生活条件是更加恶劣 是的呀 他的老师 有一年放寒假了 要把他带回自己家里过冬 嗯 老师的家很远 他们走了很长的积雪的山路 结果碰到狼 哎 啊 两只狼 围上他和老师 向他们慢慢逼近 嗯 老师折下一根粗树枝挥动着他 拦住狼的来路 同时 大声喊着 让他向村里跑 嗯 他当时下胡逗了 只顾跑 只想着 那狼会不会绕过老师来追他 只想着会不会遇到其他狼 嗯 当他上级不接下级的跑进村子 然后 从几个拿着猎枪的汉子去接老师时 发现他躺在一片已经冻成糊状的雪坡中 嗯 半条腿和整只胳膊都被狼咬掉 嗯 老师在送往镇医院的路上就咽了气 当时在火把的光芒中 他看到了老师的眼睛 嗯 老师的腮帮子被深深的咬下一大块 已经说不出话 但用目光把一种心急如焚的牵挂传给了他 嗯 他读懂了那牵挂 记住了那牵挂 嗯 1999年的 20年前是1979年 是的 嗯 那么他是在70年代 嗯 就差不多70年前后 嗯 在村里 是 度过了这个就是小学时光 嗯 嗯 那么他在毕业之后 初中毕业之后 回到了村子 嗯 嗯 所以说 在初中毕业后 他放弃了镇政府里 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 直接回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山村 回到了老师牵挂的这所乡村小学 这时候 学校 因为没有教师已经荒废好几年了 嗯 嗯 只是就是情况就是一直在恶化 情况就是这样 嗯 对 那前不久 教委出台新政策取消了民办教师 嗯 其中的一部分经考试考核转于公办 我们要说一下 就是90年代 这个取消民办教师 并不是说不要民办教师 嗯 而是要尽量把它纳入国家的财政体系 嗯 能够让教师吃上饭 吃好饭 嗯 能够让他们获得社会地位 嗯 这个里边其实就涉及到一个 挺有意思的事 嗯 就是 97年的时候 国务院办公厅发了一个 就是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 嗯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里边 对于民办教师的转治 这一块 也是事无巨细 嗯 他考虑到就是城镇乡村 民办教师的生活状况 嗯 以及就是他们未来何去何从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呢 决心是非常坚定 嗯 就是民办教师必须 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必须要把它纳入 就是公共财政系统里来 他里边提到就是 全国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工作的分年度目标是 97年民办教师占全国重要学教师的比例要从96年的百分之十七 减少到百分之十二 嗯 98年的比例减少到百分之七 99年减少到百分之三 2000年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 是 其实做到了 嗯 在这个就是教育改革推进过程中做到了 包括说 这篇文章中的李老师 他也是受益者 在民办教师取消之后呢 他也经过考试考核转为公办 嗯 嗯 他是一名国家成人的小学老师 嗯 他很高兴 但也只是高兴而已 并不像别的同事们那么激动 他不在乎什么民办公办 他只在乎一批又一批的娃们 从他的小学校 读完了小学走向生活 哎 注意不是说走上 其他的学校 是走向生活 他教授的学生 大部分直接进入了生活 是的 他的理念是什么呢 不管他们是走出山去 还是留在山里 他们的生活 同那些没上过一天学的娃们 总是有些不一样 嗯 接下来就是这个 老师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的原因 嗯 说他所在的山区 是一个国家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但穷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那里的人们对现状的麻木 对 记得那是好多年前了 搞包产闹户 村里开始分田 然后又分其他的东西 对于村里唯一的一台拖拉机 大伙对于油钱怎么出 基石怎么分配 总也谈不拢 最后唯一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 就是把拖拉机分了 真的分了 你家拿一个轮子 他家拿一个轴 对 再就是两个月前 有一家工厂来扶贫 给村里安了一台潜水泵 考虑到用电贵 人家还给带了一台小柴油机 和足够的柴油 挺好的事 但人家前脚走 村里后脚就把机器都卖了 连泵带柴油机 只卖了1500块钱 全村好吃两顿 算是过了个好年 嗯 一家皮革厂来买地建厂 什么都不清楚就把地卖了 那厂子建起来之后 削皮子的毒水流进了河里 渗进了井里 人一喝那些水 浑水挤红干 就这也没人在乎 还沾沾自洗 那地卖了个好价钱 所以穷病的穷不是钱的事 穷不是钱 穷是观念的 而这种观念 如果说没有一个外来强有力的概念 就像就是用锤子打蝎子 把蝎子打进木头里 那么强劲的干预的话 这个事解决不了 是 因为资源本身的一个贫瘠 然后就会把人牢牢的固化在土地上 形成一个贫困的循环 这里边还谈到 就是当时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没人管这了 是 你矿 畜牧养殖 那就是小工业 这些东西 对于环境的污染 就是很具体的 对 是直接死人的 是的 那怎么办 人穷啊 所以就是 你看我们今天 前一段时间 微博上给我热搜 就是说 某个地区 其实阿坝州 应该是 下了一个规定 不许蹲在地上吃饭 对 然后就城市人们 心里说 人他们爱咋吃咋吃 是用你管 不 真的需要管 是吗 对 真的需要管 因为就是说 规范与规则 这个东西 本身 它是文明的一个产物 那么你如果想要进入 改变你的生活状态 你需要学着去接受规范 接受规范是一方面 学习规范的学习的过程 是另一方面 你能学习这个东西 就能学习内度 所以说不能蹲着吃饭 为什么呢 其实下边还有 就是一半的东西没收出来 就是当地的这样一个民俗 或者说是封闭的这样一个状态 他们习惯把所有的东西 直接扑在地上吃 是这一点不为生 电章塑料布 对 因为刚才我还想 那蹲着吃就蹲着吃 能咋了 蹲着吃 为什么蹲着吃 是因为连碗都不用 就是把东西直接扑在地上吃 它既不卫生又不健康 所以说不能蹲着吃饭 这是不能蹲着吃饭背后的问题 好家 但是你写标题的话 写不能蹲着吃饭 这个事挺爽的 你知道吧 大家骂一骂 新闻学 也挺爽的 对 所以老师说 看村里那些取胖老婆 光光是汉们 每天除了赌 就是喝 但不去种地 这个就是之前 他教了一个玩 家里就是这样 对 他们能算清 穷到了头 县里每年总会有些救济 那钱算下来 也比在那巴掌大的山地里 刨一年土磕了 这么多 对 没有文化 人们都变得下作 那里的穷山恶水 固然让人灰心 但真正让人感到没指望的 是山里人呐呆滞的目光 是的 接下来就是 老师年轻的时候的事情 想起自己的初恋 但是他初恋的这样一个结局 其实非常悲惨 说他喜欢的妹子叫秀秀 他跟秀秀在谈的时候 村里边已经有人出去打工了 出去打工的人挣的钱是多少钱 一年能挣个万把块 这个事发生的时间 也不是非常久远 他说前年 前年是哪一年的 你如果按照这个小说 写作的时间来讲 就是97年 出去打工的一个哥们 叫二旦 说虽然不识字 但是脑子活 去城里干起了 挨家挨户清洗抽烟机的活 一年下来能挣万把块呢 那他前年回来待了一个月 秀秀不知怎的 就跟这个二旦好 说秀秀一家全是睁眼下 家里粗糙的干打垒墙壁上 除了贴着一团一团 用泥巴和起来的瓜种子 还画着长长短短的道 那是他爹多少年来记的账 秀秀没上学 但是自小 对于时文断字的人有好感 这是他同的好的主要原因 但是二旦的一瓶廉价香水 和一串镀金项链 就把这种好感全打消了 秀秀对他说 时文断字又不能当饭吃 虽然老师知道 时文断字是能当饭吃的 但是具体到他身上 吃的确实比二旦差好远 所以他说不出什么 秀秀看他那样 转身就走了 只留下一股 让他皱鼻子的香水味 和二旦成亲一年之后 秀秀生娃死了 他还记得那个接生婆 把那些秀不拉几的刀刀缠缠 放到火上 烧一时候就向里捅 秀秀可倒霉了 血流了一桶盆 再送往镇医院的路上就咽气了 成亲办喜事的时候 二旦花了三文块 那牌上在村里正是风光色 可是他怎的就舍不得花点钱 让秀秀到镇医院去生娃呢 后来他一打听 这花费一般也就是两三百 就两三百呀 但村里历来都是这样 生娃是从不去医院的 所以没人怪二旦 秀秀就这命 后来他听说 比起二旦妈来 他还算幸运 生二旦时难产 二旦爹从产婆那得知是个男娃 就决定只要娃了 于是二旦妈被放到驢子背上 让那驢子一圈圈走 硬是把二旦挤出来 听当时看见的人说 在院子里血流了一圈 想到这里 他尝出了一口气 笼罩着家乡的欲望 笼罩着家乡的愚昧和绝望 使他窒息 这也是跟上一段他说到的 因为穷之后 人的那种意识和观念的那种 闭塞的一种印证 对吧 两个段落 要说的另外一件事 就是当时城乡差距具体反在哪 就是农村和城市的运产负死亡比 1990年的时候 城市和农村的运产负死亡率比 是1比2.2 到了2018年下降到1比1.3 那90年的时候 全国的运产负死亡率是88.8 每10万 是的 就相当于接近千分之一 到了2018年的时候 已经下降到18.3比10万 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进入 包括说是科学的运产 以及对应的这样一些政策 还有说是辅助 以及就是补助之类的这样一些东西 但在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生孩子补去医院这个事 是大部分乡村的日常 是的 对 就我这个年纪的人 就是我媳妇 他们在的一个范畴里边 同期生孩子去医院是一个很奢侈的事 是的 会被很多人认为很奢侈 对 如果说你反对这种观念 就是说健康育儿或者什么类似这种 生产之类的 那就会有人说了 多少年不都是这样过来的 对 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要整那个羊外印呢 对吧 是 所以老师呢 想到这 他的思绪 已经完全不在自己的病上 他想到说 娃们还是有指望 现在这些大人已经没救了 你知道吗 是的 那些在冬夜寒冷的教室里 盯着烛光照着的黑板的娃们 他就是那蜡烛 他自己老师自己就是那蜡烛 不管能点多长时间 发出的光有多亮 他总算是从头点到尾 他站起身来继续走 没走多远就拐进了一家书店 城里就是好 还有夜里开门的书店 除了回城的路费 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买了书 以充实他的乡村小学里 那小小的图书室 半夜提着那两款沉重的书 他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走向自己的死亡 其实就是 回家的火车就是 奔向死亡的单程票 这个小说写到这 也太一半吧 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现实主义的内容 对 没有啥 没有啥那个科幻的 对 这跟科幻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的 问题来了 就在一个分段之后 一下就科幻了 一下就科幻了 咚当一下就科幻了 这是我当年看到大为震撼的地方 对 而且就是 就无法理解 大为震惊 就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在说什么 因为他在说什么 在距离地球五万光年的远方 在银河系的中心 一场延续了两万年的星际战争 已经接近尾声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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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吗 排版 当时我也排错了 你知道吗 我以为印错 印错了 两个印差了 那里的太空中 渐渐引现出一个方形区域 仿佛灿烂的群星的背景 被剪出一个方口 这个区域的边长约十万公里 区域的内部是一种比周围太空更黑的黑暗 让人感到一种虚空中的虚空 从这黑色的正方形中 开始浮现出一些实体 它们形状各异 都有月球大小 呈耀眼的银色 这些物体越来越多 并组成一个整齐的立方体方阵 这银色的方阵 庄严地使出黑色正方形 两者构成了一幅 挂在宇宙永恒墙壁上的镶嵌画 这幅画 以绝对黑体的正方形天鹅绒为衬底 由纯净的荧光耀眼的白银小勾件 整齐地镶嵌而成 这又仿佛是一首宇宙交响乐的固画 渐渐的黑色的正方形 消融在星空中 群星填补了它的位置 银色的方阵 庄严地悬浮在群星之中 银河系探机联邦的星际舰队 完成了本次巡航的第一次时空跃前 这场面一下拉巨大 怎么回事 我当年看到这的时候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的话 其实要说的是另一件事 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件事是什么 两万年的星际战争 它从哪来 最终的结论是什么 这场仗打的惊天动地 可以说是以一个星系的尺度 进行的一个战争 它发生在两个智能种族之间 或者是种群 甚至不能说是种群了 它其实是碳级生物 它是生物性的 碳级生物和规级生物的对抗 就是完全 生和逻辑完全不同的两类 你要说门刚不可是种吧 就是说门级的区别 碳级联邦和规级帝国 发生了战争 两万钱的那一时刻 规级帝国从银河系外围 对碳级联邦发动全面进攻 在长达一万光点的战线上 规级帝国的五百多万艘星际战舰 同时开始恒星挖跳 每艘战舰 首先借助一颗恒星的能量 打开一个时空注冻 然后从这个注冻 时空跃迁至另一个恒星 再用这个恒星的能量 打开第二个注冻 继续跃迁 那这场战斗是非常的惨烈的 当几百万艘战舰 同时进行恒星挖跳时 所产生的这种效用 是十分恐怖的 银河系的边缘出现一条 长达一万光年的红色光带 这条光带 向银河系的中心移过来 这个景象在光速世界是看不到的 但在超空间监视器上 显示出来 那条由变色恒星组成的红带 如同一道一万光年长的雪巢 向探极联邦的疆域涌来 就是说 其实这个描述的是 探极帝国行军 就是死亡的行军 怎么就杀死猩猩 然后向前推进 多年之后 我在EVEE里边看到超级决战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对 本来以为是这样的 本来就是 我第一次看超级决战 我觉得你至少给我 应该是这样的 呈现一个就是恒星的死亡行军 在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这个场面 你想想在当时90年代的时候的 中国的科幻小说中 就有这个尺度的战争描述 对 我说实话后来我就 我后来没怎么见过 我后来没怎么见过 就是能写的如此 以银河系为尺度的星际战争 是的 他不是说那个 我说句很不恭敬的 就是银河英雄传说 就小船开炮子 这样一个 就是类比下来 很多的星海之间的星 什么叫星际尺度的战争 他不是海战 他不是海战 他不是大个的船 他大个的海里在打 对 所以就 这个事也是个难题 我就感觉是军事科幻 他是空间的战争 对 这个东西的逻辑 是空间战争 就包括说 他里边很详细的描述了 这样一场 两万年战争中的一场战役 就是还是第二玄臂战役 对 就是很推荐朋友们 看一下这个短片的 一个另一个很重要原因是 就这事 在星际乡村教室里 不是很重要的事 毫不重要 毫不重要 但是刘思琳写的相当的 在技术上相当之合理的 同时格局相当的大 所以使得他那场战争 显得超出文明尺度的惨烈 就非常非常不厉害 这种惨烈的状态是什么呢 像这里边描述的第二玄秘战役 开始在战争爆发5000年之后 那么 5000年之后 战争爆发5000年之后 就是目前我们熟悉的一个 中华夏文明的一个首期 5000年 那么就是当时的情况是 整个古战场的时空结构 被跃迁搞得千疮百孔 好像一块内部被老鼠钻了 无数长度的大乳浪 那这里边就是各种各样的 包括说 这个想象 我觉得真的是规律的超出道 超出道就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所有战争 时隔多年之后 我们是在三体中 重新又看到了 他可能看到了一点吧 对 这种尺度的对抗 因为这个就是 关于星际战争里边 任何一句话 可能扩解成一个特别 牛逼的一个战役的景象 或者说是整场战争的景象 包括说是 飞船一旦误入这个古战场 GBF 别说了 可能在一瞬间 被机变的空间 扭成一根细长的金属绳 或压成一张 面积有几亿平方公里 但厚度 只有几个原子的薄膜 立刻被辐射狂风 撕得粉碎 但更为常见的 是飞船变为 见到他们时的 一块块钢板 或者立刻老的 只剩下一个破解的外壳 内部的一切 都变成古老灰尘 人在这里 也可能瞬间 回到胚胎状态 或变成一堆白骨 这是时空 时空的战争 时空的战争 都已经完全稳落了 时空的打击 对 所以就是说 战争本身是 时间和空间的一路 那在星际尺度上的 时间和空间的战争 是什么样的 当你能使用 超出星系的能源的时候 当你对物理法则的控制 能够到达这种程度的时候 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 三体当中的 最终最终的 这个死神永生 是想到的那种 超文明史的战争 就是你看大刘的思路 就是很有延续性了 对 很早就在想 对 从相声教师就开始想 一直想到 包括说 你像这里边提到一个点子 这一个点子 叫什么标柄千古 就是反物质云 屏蔽星际舰队 在最后的决战 这个部分 那归籍帝国 虽然已经苟延残蠢 但是呢 他们在银河系 第一和第二 悬臂之间的 荒凉太空之中 构筑了最后的屏障 这就是半径 达到一千光年的 反物质云 碳基联盟 投入攻击的 第一个战舰群 刚刚完成 时空跃迁 就陷入了 反物质云里 他对于战舰 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碳基联帮的战舰 立刻变成 一个个刺目的火球 但是他们仍然 奋勇地冲向目标 每艘战舰 都拖着长城的火尾 在后面流出一条 发着荧光的航迹 这由三十多万个 火流星组成的阵列 形成了 碳规战争中 最为壮观 也最为惨烈的画面 在反物质云中 这些火流星 渐渐缩小 最后在距离 龟基帝国 战舰阵列 很近的地方消失 但是他们用 自己的牺牲 为后续的攻击舰队 在反物质云中 打开了一条通道 现在 碳基联盟打赢了 所以龟基帝国的 最后的舰队 被赶到 银河期最荒陵的区域 就是第一玄秘的顶端 那么现在 碳基联盟舰队 将完成这场战争中 最后一项使命 他们将在 第一选臂的中部 建立一条 500光年宽的隔离带 隔离带中的 大部分恒星 将被摧毁 以制止 归基帝国的 恒星挖跳 你看刚才讲的 这个部分是有用的 是的 他不是只给你想 讲一个很大的事 对 让你爽一爽 为了避免死亡之潮 再次袭来 我们要把中介的 这样一个借力点 给全都干掉 而且其实还 虽然大刘没有展开说 但是他说的也非常对 就是归基文明 作为一个文明结构 他虽然不描写 但是他选的这种方式 可能很合理 对 因为对于归基文明来说 他可能并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 恒星的能源 来维持 但太急需要了 对 所以说这点 我觉得他其实想的很深 至少他写出来的结果来看 在这个摄影也很精彩 也很深 那么 恒星挖跳 是银河系中 大多位战舰 进行远距离 快速攻击的唯一途径 而一次挖跳的 最大距离是200光年 那么 500光年的隔离带 一旦产生 归基帝国的重型战舰 想要进入银河系的中心区域 只能以亚光速 跨越这500光年的距离 就给锁死在里面 锁死在里面了 所以说你看 这段是其实想滴水不漏 是的 那么如何摧毁这500光年范围里边的恒星 就是一个问题 是的 在这个执行舰队的这一部分 那么 联邦的参议员和这个舰队的最高执政官 进行了一场沟通 那么我们要摧毁这个恒星 就要不可避免的伤及生命 对 所以要甄别这个恒星所在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一定是要尊重生命的 这种尊重呢 不仅是对于探极 也是对于归基 正是基于这种尊重 我们才没有彻底消灭归基文明 因此我们必须要对这个隔离带中的文明 进行对应的真理 他也说到对这种行为的道义上的理由 就是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你就和你的敌人是一样的 对 所以说别得这么做 如果你不加思索的 将你所认知到的范围内的所有的文明 赶尽杀绝以证明你的优越性 那你就不是文明 你是野蛮 是 舰队的指挥层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该怎么甄别 是的 讨论来讨论去 舰队统帅表示说 我觉得你们多虑 我们所在的第一玄壁 是银河系中最荒凉的荒漠 不会有就是你们说的3C级以上的文明 是的 那么执政官和参议员都说 但愿如此 但愿如此 那我们赶紧干活吧 舰队就开始了第二次 舰队就开始了第二次使用跃迁 以近乎无限的速度奔向银河系的第一选拟 开始所谓的隔离带的建立 有看到这的时候我已经麻了 我也是 对 但是真正让我麻了还在下一步 然后就又突然之间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怎么回事 又回到地球了 夜深了 烛光中 全班的娃们围在老师的病床前 地球上是这个光景 是的 老师歇着吧 明儿个讲也行 孩子劝他 孩子劝他 孩子心疼他 他艰难的苦笑了一下 明儿个有明儿的课 今天你们还在学校里上课 但是如果我不在了 明天你们面对的可能就是生活的课 他想如果真能拖到明天 当然好 那就再讲你 但直觉告诉他怕是不行了 那么他做了个手势 一个孩子把一块小黑板放在他胸前的背单上 这最后一个月 他就是这样把课讲下来 他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站起来了 他从省城回来之后 他再也没有去过医院 两个月之后 他的肝部疼了起来 他知道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那了 这种疼痛越来越厉害 最后变成了压倒一切的痛苦 他一只手在枕头下摸索着 找出了一些止痛片 是最常见的 用塑料成条包装的那种 对于癌症晚期的剧痛 这药已经没有任何作用 可能是由于精神暗示 他吃了之后总觉得好一些 豆冷丁倒也是不算贵 但医院不让带出来用 就是带回来 也没人给他注射 他像往常一样 从塑料条上取下两片药来 但想了想 便把所有剩下的12片全剥出来 一把吞了下去 他知道以后再也用不着了 他又挣扎着想像黑板上写字 但头突然偏向一边 一个娃赶紧把盆接到他嘴边 他吐出了一口黑红的血 然后虚弱的靠在枕头上喘息着 嗯 娃们之中传出了滴滴的抽气声 他放弃了在黑板上写字的努力 无力的挥了一下手 让一个娃把黑板拿走 他开始说话 声音如油丝一般 他说 今天的课同前两天一样 也是初中的课 这本来不是教学大纲上要求的 我是想到 你们中的大部分人 这一辈子永远也听不到初中的课了 所以我最后讲一讲 也让你们知道稍深一点的学问 是什么样子 昨天讲了鲁迅的狂人日记 你们肯定不大懂 不管懂不懂都要多看几遍 最好能背下来 等长大了总会懂 鲁迅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他的书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读 你们将来也一定找来读读 他读的是什么呢 是狂人日记 这个文字 老师不用去翻书 这些文字刻在他脑子里 说假如一间铁屋子 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 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 不久都要闷死了 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 并不感到救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 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 使着不幸的少数者 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然而几个人 既然起来 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就是我们 以前我们学过 联系到就是说 宽人日记的 他谈几道就是笼罩着山村的愚昧和贫困 你要怎么办 你只能是 以我残区化烈火 是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 接着讲下去 今天我们讲初中物理 物理你们以前可能没有听说过 他讲的是物质世界的道理 是一门很深很深的学生 那么他接下来给孩子们讲牛顿三定律 讲摩擦力的东西 说我们讲第一定律 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 它会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不变 他反来附近讲这些东西 他在想自己的人生就是诗 人生的摩擦力实在是太大了 在村子里他是外星人没什么分量 然后他又倔 又倔 又破坏别 就那种惯常的生活 他要拉人家孩子上学 对 所以就得罪人 对 他要得罪人 他跑到县里把跟着爹做买了孩子拉回来 给人电学费 这一线没有赢得多少感激 关键在于 他对于过日子看法和周围人不一样 想的说的都是不招边境的事 他查出病例之前 跑到县里 从教育局跑回了一笔维修学校的款 村子里只拿出一小部分 想过节请个戏班的唱两天戏 结果让他缴了 从县里拉个副县长来 把钱都要回来 把钱都要回来 可当时戏台都搭好了 学校修了 但他扫了全村人的行 以后的日子是更难过的 先是村里的电工 村长的侄子把学校的电掐了 接着做饭取暖 借杆村里也不给了 所有的摩擦力 无所不得 让他心里焦脆 让他无法做 匀速直线运动 他不得不停下来了 是的 也许他就要去的那个世界 是没有摩擦力的 那里的一切都是光滑可爱的 但那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边 他的心仍旧留在这个 充满了灰神与摩擦力的世界上 留在了这所 他倾注了全部生命的 乡村小学里 他不在以后 剩下的两个小时也会离去 这一所 他用力推了一辈子的小学 就会像古场上 那个十年的一样停下来 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 但不论在这个世界 或是那个世界 他都无力回天 这段呢 其实后面还有一些 他跟学生的互动啊什么 其实他 他也没有 他也没给学生讲明 因为他没有那个精神头和时间 他已经没精力 他只是给韩文讲了讲 牛顿第一定律 牛顿第三定律 而且他这里还提的是一个很好的点 就是牛顿的三大定律 有些地方是反直觉 是的 他是科学属性一点 特别宝贵的一个点 就是他就是有点反直觉 你学经典物理的时候 这个部分就已经相当不好弄了 当时的孩子们 其实也确实也没有太听懂 没法懂 孩子们就在听他讲的时候 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因为根本懂不了 是的 根本懂不了 因为这和他们从生活中 接收到的常识是相反的 但是就是时间 尤其是像第一定律 当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 它将保持静止或匀速 直线运动不变 你的生活里见过这样的东西 没有 就是没有 但这就是科学可贵的地方 它就是科学 在这个时候 银河系第一选币 已经迎来了 探机联邦的这样一个舰队 他们正在执行 干活 干着呢 干活呢 执行隔离任务 他们在一边干活 一边有感而发 第一选币真的很荒凉 因为拆了半天之后 真正有生命的行星 就是才遇到一个 这段其实讲了也很简单 他们倒是没遇到我们期待的某些行星 但是他们就是还是摧毁了一个有生命的行星 这个行星只是说 他们有一套考题 有一个3C的文明测试 他会随机的从数据库中取题 测试对象如果能答对其中三道测试通过 如果头三道题没有答对 测试者有两种选择 可以认为测试没有通过 或继续测试题数不限 直到被测试者答对的题数达到三道 这时可认为其通过测试 而且他们的技术也非常强 他们能从那个星星的文明的生命个体中 进行复制 复制一个头影 对 然后来测试 就是说也不会发生 比如说很经典的第三类结束的事 他叫上去抓个人上来 然后还问话问话 给送上去 他以为他们也不是这样 人家那么牛逼 人家都已经到这个 我必须得说一下 第三类结束 那是特别典型 就是航海殖民的想法 就是康如式的故事 人家在星星教室里的故事 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看测试逻辑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是提供了另一种宇宙社会学的观点 而且你会看到 这种文明甄别的想法 是饱含善意 是饱含善意 至少是最大的善意 反正就是这段里 这个最高之中观 就是测了一个星球上 就是拆了半天 其实拆了几千个 横行 然后遇到一个 说卧槽 真够晃了 但是遇到一个 咱得测吧 就测 然后这个星球是一个 上面的生命 就是是个气球造型的 wire 然后就是反复的 是问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滴滴嘟嘟 然后他们就只能滴滴嘟嘟 因为他问的问题很简单 什么 你们探知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元 你们观察物体中热能的流向 有什么特点 这种流向是不是可逆 就问这热力学定律这些事 还问说 圆的周长和它直径的比是什么 然后就在那测 那个气球就是 滴滴答答的 滴滴答答的 没有办法进行回答 隔了一段之后 所以说问了十道题之后 他们最终决定摧毁 算了 时间不多 然后也因此毁灭了一个文明 关于这个 就是击点炸弹这个东西 写的也是非常的细 非常的美妙 但是呢 就一个击点直接打进那个恒星里 然后把那个行星就瞬间就吃掉 这是读击点还是读起点 起点 对 现在同意读起点 对不起 这是我这个小时候 就是科学启蒙的时候 这种就是留着改不回来了 对不起 以后有点事啊 行吧 有点那个意识 就是还是 对 还是这么说 但是呢 就是毁灭文明 他们还是很 让舰队的人们感到消沉 还是很 很那个触动的 对 哪怕是一个 按照他们的测试 称不上文明的 一个生命的聚落 在他们看来 其实还是很保护 被毁灭了 也会感到痛心 是的 就包括说像执政官说 又一个生命世界毁灭了 像烈日下的露珠 那 舰队统帅 他是军人 他表示说 您想想伟大第二玄秘战役吧 2000多颗超新星被引爆 所以有12万个这样的世界 同探规双方的舰队一起 耗一整齐 也就是说 他作为一个军人 他提出了那种很现实的理由 其实就是 是为了 未来更多的牺牲 对 不会再出现 是的 你现在就 就得这么做 你只能牺牲 你只能咬牙牺牲 就像就是战争决策者这样 你今天派很多人去死 是为了更多人去活 磁部长兵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然后这个设置 就是特别阿基莫弗的风格 你也甭管他俩到底是什么风格 什么样 在小车里 他们还会用能量场 怎么怎么着 交互 对 但是他们俩这个性格 对于我们作为一个人类个体来说 这是最容易理解的 对吧 一个慈悲的 哲人王 哲人式的领袖和一个现实的军官 一个战士 两个人就是 还有一位智者 对 这仿佛就是文明 无论在什么时候 永远都会有的争论 就是这样 然后他们仨要在这儿battle 参议员 统帅和执政官仨是在这儿battle 就是我们这个行星取点的方式 是不是不太可靠 还是严谨的 还是严谨 但是这边老师的生命 已经就是倒计时了 老师在教牛顿的第二定律 教牛顿第二定律 就是一个物体的加速度 与他所受的力乘正比 与他的质量乘反比 他在努力的给孩子们解释 什么是速度 什么是加速度 他到这个时候 他就真的是 就是吊着一口气了 他突然就是觉得自己 的身体状态突然好起来 脑袋突然就是转了飞快 他惊奇于自己的头脑 如此清晰 思维如此敏捷 他知道自己生命的蜡烛 已经燃到根上 绵心倒下了 把最后的一小块蜡 全部引燃了 一团比以前的竹苗 亮十倍的火焰 熊熊燃烧起来 剧痛消失了 身体也不太沉重 其实他已经感觉不到 身体的存在 他的全部生命 似乎只剩下那个 在疯狂运行的大脑 那个悬在空中的大脑 竭尽全力 尽量多尽量快的 把自己存住的信息 输出给周围的娃子 但说话是个该死的瓶颈 他知道来不及了 是的 他产生了一个幻象 一把水晶样的斧子 把自己的大脑 无声地劈开 他一生中 积累的那些知识 虽不是很多 但他很看重的 像一把发光的小珠子 毫无保留地 落在地上 发出一阵悦耳的叮当声 娃们 像见到过年的糖果一样 抢那些小珠子 抢得落成一堆 是的 这幻象 让他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你们听懂了没 他焦急地问 他的眼睛已经看不到周围的娃们 但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娃们说 我们懂了 老师快歇着吧 他感觉到 那团最后的火焰在弱下去 我知道 你们不懂 但你们把它背下来 以后慢慢会懂 一个物体的加速度 与他所受的力成正比 与他的质量成反比 老师我们真懂了 求求你快歇着吧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喊道 背呀 娃们抽气着背了起来 一个物体的加速度 与他所受的力成正比 与他的质量成反比 反复地重复这一句话 这几百年前就在欧洲 化为尘土的卓越头脑 产生的思想 以浓重西北方言的铜音 在二十世纪中国 最偏僻的山村中回荡 就在这声音中 那竹苗灭了 娃们围着老师 已经没有生命的躯体 大哭起来 我记得在三体当时 看到丁一喊 傻孩子们快跑 那一刻非常的熟悉 我是看了那一幕 之后的很多年 很多年 我重读相声教师的时候 我发现 这一幕大刘之前就写了 是的 真的是 就是他在那个时候 已经把这一幕 对 写好了 是的 对 然后 然后又回到这个 老师失去了生命 但是这个时候 舰队那边活还没停呢 对 探极联邦 的舰队 正在选点爆破 是的 对 就是选点爆破 正在选点爆破 对 他们 找到了一个新的恒星系 他带有九颗行星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他就是太阳系 同时还赞叹说 哇 真漂亮 一个精致完美的 你看看 这小星系 哇 的天 很有韵律 然后他还描述 很有韵律感 恰到好处的 对 然后执政官去 对这个 就是委托这个 这个就是 执行军舰 去对这个 外围的一个 护卫的舰 太阳系做检测 那么而且说 说直觉告诉我 三号行星 有生命的可能性很大 在他上面检测 三十岁几点 统帅说 隔下我们时间很紧了 执政官说 执政官说 照我说做 对 够好好的 还得查 仔细查 那么 在覆盖整个行星的 检测波数里 山村小学 正好位于检测波数 原型覆盖区的 原型 一号随机点检测 结果 绿色接触 第一发 就命中 那么 孩子们是 怎么样呈现在 这个探极联邦的 面前的呢 这个描述 就比这个 第三类接触 科学多了 好多了 说 一束纤细的 四维波数 从蓝842110线 发射 这次有一个 月球大小的 星际战舰 正停泊在 木星轨道之外 使太阳系 暂时 多了一颗行星 那束 四维波数 在三维太空中 以接近 无限的速度 到达地球 穿过那所 乡村小学 校舍的屋顶 以基本粒子的精度 对着18个孩子 进行扫描 数据的洪流 以人类难以想象的速率 传回太空 很快 在蓝842110号舰 主计算机 那比宇宙 更广阔的内存中 孩子们的数字复制体 形成 让人想起了 最后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 你知道吧 就是当我看到 就是在小说里 这两个看似 完全不一样的场景 在这里产生了 命运交集的时候 大脑升级那种 我就是真的是 自面翼的大脑升级 对 就是没有想象出 这还能有个 这样的场景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而且这个场景的结尾 特牛逼 就是这些孩子的 既是他们 其实又是他们的复制体 对 来到了这个 拿来做测试的房间 就是这个时候 你的意识被上传了 你还是你吗 对 你还是这个时候 在这个环境里边 他们还是孩子们 对 但是你迟疑那一刻 你就迟疑了一下 但是故事已经往前走了 已经把你整在原地 你别这么起的 下一个阶段 就是孩子站在这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 就是他们见过的 最光滑的东西 然后他们迈开脚的时候 他们就走不动 他们那一刻 感性的知道了 什么是摩塔利为零 然后那孩子 有的孩子 脱下鞋 沿着地面扔出去 然后看了那个鞋 就做了一个 匀速直线运动 那些孩子们就 那么呆呆的看着他们 就 我知道那一刻 他们明白了 他们老师 教的东西 对 他们用肉眼看到了 牛的第一钉 是的 对 然后就开始了 开始测试了 这时候就开始测试了 那么有一个声音 空灵而悠扬 在这数字宇宙中回答 开始3C级文明测试 第一题是 请叙述你所在星球 生物进化的基本原理 是自然淘汰性 还是基因突变性 孩子们就 孩子们答不上来 就沉默 对 第二题 请简要说明 恒星能量的来源 孩子们答不上来 一直问到 一直问到第十题 说请描述构成 你们星球上海洋的 液体分子的构成 其实在这里 背后能看到 刘思琴对于 在写这个的时候 他哪里会过来 一个很深的概念 对 什么是文明 对 群星玩家们 应该能感受到 这个几个问题 背后的 很大的结构 生物的 物理的 理解你所在的星球 你怎样 从各个维度 去理解星球是什么 理解你的文明 到底是怎么运作 对 反正就是十个问题 问完了 没结果 然后那鞋 这场面我印象特深 就是那孩子扔的鞋 那只鞋在遥远的地平线处 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 飞走了 飞走了 然后那边 建立统帅说 你看十个问完了吧 拆了吧 然后 统帅说到此为止 不能耽误时间了 否则我们肯定不能按时 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 对 这个就是 这个舰队统帅 干土木活出身的 你知道吧 就急急 特别急 然后这边 直升官 其实你可以看出了 很不情愿 他的智能厂 发出了微弱的 表示同意的震动 然后这边 基点炸弹就发射了 对 然后这颗炸弹就 飞向太阳 这里边的一个描述 其实还挺有意思 就是 执政官参议员和统帅 把注意力转向了 隔离带的其他区域 那里又发现了 几个有生命的行程器 但其中最高级的生命 是一种生活在泥浆中的 无脑如虫 接连爆炸的恒星 向宇宙中怒放的焰火 使他们想起史诗般的 第二选秘摘弹 然后隔了一会之后 他回来了 然后发现头弹的舰船 已经准备 越先脱离了 然后这个时候 执政官心血来潮说 什么时候到 然后他说 大概还得飞十分钟 于是 他说 执政官说 用五分钟时间 再进行一些测试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从这个时间点上 大刘 你能看出来 大刘依然很喜欢 好莱坞的科幻电影 那些最经典的科幻电影 就是最危急 所有的学生 都压在一个很小的场景中 你按罗伯特麦基的这样 故事 结构来讲 就是狭窄场景中的 最后一分钟 就是现在 于是他问了 3C文明测试题 第11号 一个三维平面上 只有三角形 三边关系是什么 孩子们不说话 不知道问的是什么 3C文明 这是数学问题 什么问题 第12号 你们的星球 是你们星系的 第几颗行星 天文问题 然后问的 其实是你对自己的 所在的星系的了解 对 然后建国说 你问这么没意义 阁下 这边都打出去了 问他干嘛 然后3C文明测试 实体第13号 当一个物体 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 它的运营状态如何 这个时候 突然就在这个空间里 响起了孩子们的声音 因为他们 在他们老师死之前 他们老师 用最后的力气 很急的告诉他们 给我一定要背下来 他们就背下来了 他们就背说 他们不理解 不理解 他们背了 当一个物体 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 它将保持静止 或运速 直线运动不变 好 这边判定 3C文明测试实体 13号通过 那么准备出14题的时候 参议员其实打断了 执行军官 说下一道试题 也出关于 肾低速力学 基本近似定律 是 你可以看到 就是高等文明 他对于 纽顿定律的 这样一个 对名逻辑 是的 在他们这儿 其实力是非常多种 这太低速了 对 肾低速力 是 这可以问 没问题 就接着问 结果第14号 问题是 请叙述 相互遵用的两个物体 间力的关系 孩子们依然背得出来 这是奴隶地算定的 对 然后14号问题 就被通过了 然后15号问题 对于一个物体 请说明它的质量 所受外力和加速度的关系 孩子们起发上 它又能背 一个物体的加速度 和它所受的力 称正比 跟它的质量称反比 然后15号问题通过 也就是说 文明测试通过 文明测试通过了 这是一个3C级的文明 对 然后支撑官当时就说 马上 给我把基点栅栅栅栅 给我转向 脱离木格 脱离木格 于是人类文明就 就这样保住了 人类文明就这样被保全了 我说两句话 就是我第一次看 就是相通教师的时候 我看老师去世那段 我没流泪 我看了这段流泪 是 对 就是 就是 不知道 我就说一个文明的命运 到底是什么样呢 是文明自己理解不了 是的 就是 而且就是 我觉得 刘思琳在这里选择一个这么戏剧性的 充满电影感的 这么一个段落 特别特别妙 他接下来这个就是描述 把 七天炸弹 推离太阳系的这样一个 过程 其实非常非常具备电影感 特别强烈的场景仪式的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他差点 就是 差点就把太阳炸掉了 对 他甚至在太阳表面滑了过去 对 他说 在太阳系推动七天炸弹的立场术弯曲了 这根长几亿公里的立场术 此时像一根供给的长杆 努力把七天炸弹挑离射向太阳的轨道 蓝84210号舰上的立场发动机 以最大功率工作 巨大的散热片 由暗红变为耀眼的白色色 立场术向外的推力分量开始显示出效果 七天炸弹的轨道开始弯曲 但他已越过水星轨道 距太阳太近了 谁也不知道这努力是否能成功 通过超空间直播 全银河系都在盯着模糊的物团的轨迹 并看到它的亮度急剧增大 这是一个可怕的迹象 说明炸弹已能感受到太阳外围空间 粒子密度的增大 我看到这时候想 这是什么综艺节目 文明综艺节目 但那个就是很多电视里都有的 你知道吗 所有的人都在看 全宇宙都在看 舰长的手已经放到了那个红色的 时空跃迁启动按钮上 已在起点炸弹击中太阳前的一瞬间 已在起点炸弹击中太阳前的一刹那 脱离这个空间 但起点炸弹最终像一颗子弹一样 擦过太阳的边缘 当他以仅几万米的高度 掠过太阳表面上空时 由于黑洞吸入太阳大气中大量的物质 亮度增到最大 使得太阳边缘出现了一个刺眼的蓝白色光球 使它在这一刻 看上去像一个紧密的双星系统 这奇观对于人类将一直是个难解的 蓝白色的光球飞速掠过时 下面太阳浩瀚的火海二人失色 像一艘快艇掠过平静的水面 黑洞的引力在太阳表面 划出了一道微型的划痕 这划痕扩展到太阳的整个半球才消失 人类文明会被这个划痕头疼几千年 是的 基套炸弹撞断了一条日 这条从太阳表面升级的 百万公里长的美丽枪杀 在高速冲击下碎成一群 欢快舞蹈着的小小的等离子体漩涡 基套炸弹掠过太阳后 亮度很快暗下来 最后消失在茫茫太空的永恒之夜 这个是特别典型的 就好莱坞电影最喜欢玩的那套 太漂亮了 而且这个程度真的太漂亮了 但我们人类吃这一套 每每想起都觉得 在巨大的危机感中 被释放出来那种感觉 这个时候你的焦虑 一个巨型的释放 永恒独明岛式的一个巨型 一落一起 最后燃烧弹 仍然投下来 但是没人死 对 就是那种 他俩太好了 对 那么 这个危机解除了参议员 统帅和执政官 三个在一块 愣了了 说我差点 就麻了 我们差点就 我们显现毁灭了一个探极文 是的 统帅说真是不可思议 在这么荒凉的地方 竟会存在3C级 太出人意料了 对 说是啊 无论是探极联盟 还是规计帝国 文明扩展和培植计划 都不包括这一区 如果这是一个 自己进化的文明 那可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 那么他命令就是 执行任务的建制 对地球进行 全面的文明检测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 这个时候 同他们在木星轨道之外的 数字复制品 不一样 山村小学中的那些娃们 丝毫没有觉察到什么 在那间校舍的烛光下 他们只是围着老师的遗体 哭啊哭 不知哭了多长时间 娃们最后安静下来 咱们去村里告诉大人吧 郭翠华抽气着说 那又咋的 刘宝珠低着头说 老师活着的时候 村里的人都溺买的 这会儿肯定连棺材钱 都没人给他出呢 最后娃们决定自己掩埋自己的老师 他们拿了锄头铁锹 在学校旁边的山地上 开始挖木坑 灿烂的群星 在整个宇宙中静静的看着他们 就是太好 太妙 我觉得就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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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刘的小说中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超出你理解的宏大 和一个个体的场景 呼应起来的那一刻 对 那种美妙的共振 我觉得科幻 是的 当然这个时候 就是探机联盟的舰队 还在干活 还在分析 还在分析 分析完之后 就是执行的战舰 发回了全地球的检测报告 因为之前是一个抽样 对 之前是采样检测 正好就是这个点 投到这个小学上了 是 那么参议员看到报告 就人就震惊了 说天啊 这颗行星上的文明 不是3C级 是5B级 是个很高的层级了 那么人类城市的摩天大楼群的影像 在旗舰上方的太空中显现 这个里边其实有一个细思极恐的地方 就是乡村与城市的文明等级差距 是3C到5 对 这很妙的留了这么一个扣 对 差这么多 你要知道就是 皮耶布迪厄的世界的苦难是真实的存在 而且就是差这么多 就是差这么多 因为你用生产力的方式分析 就是差那么多 对 就是差很多 说那他们这个文明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核能 并用化学推进方式进入太空 甚至已经登上了他们所在行星的卫星 统帅问说他们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就是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是很熟悉的 面对了每次面对一个新的探际文明 他们大概也就是问这些 琢磨琢磨 这边执行军官就问说 您想知道哪些方面 对啊 比如这个行星上生命体记忆遗传的等级是多少 执行军官回答说他们没有记忆遗传 所有记忆都是后天去 他们DNA里不写记忆 对 他们DNA里边不搭载记忆 他们都是附属记忆 对 那么他们个体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是什么 极其语言时也十分罕见 他们身体里有一种很薄的器官 对 这种器官在这个行星以仰弹为主的大气中 震动时可产生声波 同时把要传输的信息调制到声波中 接收方也用一种薄膜器官 从声波中接受信息 对 就是吹牛逼 这就是我们今天干播客的原因 对 是这样的 这种方式信息传输的速率是多大 大约每秒1到10比特 听到的时候 对 舰上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是吧 舰上当时是充满快活的空气 都笑了 说 怎么 这 我 然后对面 然后这个军队 这边还确认说真的是每秒1到10比特 我们开始也不相信 但是反处 我们对 查了 然后舰队统帅就怒了 统帅说你他妈耍我是吧 你是白痴吗 你是想告诉我们一种 没有记忆遗传 相互间用声波进行信息交流 并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 每秒1到10比特的速率 进行交流的物种 能创造出5B级文明 而且这种文明 是在没有任何外部高级文明 培植的情况下 自行进化 阁下确实如此 在这种状态下 这个物种根本不可能在每代之间积累和传递知识 而这是文明进化所必须的 是的 军官回答说 他们有一种个体 有一定数量 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 这类个体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 知识传递的媒介 然后 很少有回家说 听起来像神话一样 跟假的似的 参议员说 在银河文明的太古时代 确实有这个概念 但即使 在那时也极其罕见 除了我们这些 星系文明进化史的专业研究者 很少有人知道 人家从政之前 大概是学者 人是学者 你说 那种在两代生命体之间 传递知识的个体 是吗 对吧 然后他回答说 那些叫教师 参议员回答说叫教师 没有人听过这个 他说这是一个 已经消失了太古文明的词汇 很生僻 你现在查 现在的太古词汇的书记库中 也没这个词 对 这个时候 他们还看着 太阳系中的 发挥了地球的影响 就是蓝色的 卫蓝色的地球 在太空中缓缓的转动 那么执政官是说 在银河系联邦时代 独立进化的文明 十分罕见 能进化到5B级的 更是绝无尽有 我们应该让文明 继续不受干扰的进化下去 对它的观察和研究 不仅有助于我们 对太古文明的研究 对今天的银河文明 也有启示 他们为了避免这种干扰 立刻就离开了 说让护卫舰 刚才的前处的护卫舰 立刻离开 然后把恒星周围的100光年 都列为进行去 人类已现有的科技水平 根本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 但是这边 执政官参议员和统帅 被这个事冲击的很厉害 是 很感慨 他们非常感慨 说很遗憾 执政官说 如果没有高级文明的培植 他们还要在亚光速和三维时空中 被禁锢2000年 至少还需要1000年时间 才能掌握和使用湮灭能量 2000年后才能通过多维时空进行通讯 至于通过超空间跃迁 进行宇宙航行 可能是5000年后的事 至少要一万年 他们才具备加入银河系 探极文明大家庭的起码的条件 但是参议员他作为一个学者 他作为一个就是在文明的尺度上 有普遍的人文关怀的这样一个学者 他说文明的这种孤独进化 是银河系的太古时代才有的事 如果那古老的记载正确 我那个太古的祖先 生活在一个海洋行星的深海之中 在那黑暗世界的无数个王朝后 一个庞大的探险计划开始了 他们发射了第一个外空飞船 那是一个透明浮力小球 经过漫长的路程浮上海灭 当时正是深夜 小球中的先祖第一次看到了星空 你们能想象 那对他们是怎样的壮丽和神秘 那么 执政官说那是一个让人向往的时代 那是过去的好时光 是 对 一粒灰尘一样的行星 对于先祖都是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 在那绿色的海洋和紫色的草原上 先祖们敬畏的面对群星 这个感觉我们已经丢失千万年了 是的 我今天玩了非常多好游戏 对 但是再也没有那些普通游戏对我的影响 是吧 得吹卡带才能启动的 是的 但是参议员指着地球影像说 我现在又找回了它 说看这个小小的世界 它上面的生命体 在过着自己的生活 做着自己的梦 对我们的存在 对于银河系中的战争和毁灭 全然不知 宇宙对他们来说 是希望和梦想的无限源泉 这真相 一首来自太古时代的歌谣 它真的吟唱了起来 他们三人的智能场合为一体 荡漾着玫瑰色的波瑰 那从遥远的 无法想象的太古时代传下来的歌谣 听起来优远神秘苍凉 通过超空间 它传遍了整个银河系 在这团 由上千亿颗恒星组成的幸运中 数不清的生命 感到了一种 久已消失的温馨和宁静 接下来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宇宙的最不可理解之处 在于它是可以理解的 最高执政官说 宇宙的最可理解之处 在于它是不可理解的 参议员说 两句感慨 所以就是当探极联邦的调研 告一段落 当宇宙那个大合唱 可能还在进行 宇宙的合唱 还在宇宙中真的回响的时候 孩子们已经把坟造好 当娃们造好那座新坟时 东方已经放亮了 老师是放在 从教室拆下来的一块门板上下葬 陪他入土的 是两盒坟笔和一套 已经翻破的小学课本 娃们在那个小小的坟头上 立了一块石板 上面用坟笔写着 李老师之墨 只要一场雨 石板上那执着的字迹 就会消失 用不了多长时间 这座坟和长眠在里面的人 就会被外面的世界 忘得干干净净 太阳从山后露出一角 把一抹金灰投入 仍沉睡着的山村 在仍处于阴影中的山谷草地上 露珠在闪着晶莹的光 可听到一两声 切成声的鸟鸣 娃们沿着小路向村里走去 那一群小小的身影 很快消失在山谷中 淡蓝色的沉雾中 他们将活下去 在这块古老贫瘠的土地上 收获虽然微薄 但确实存在的希望 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结束了 这是两万字的篇幅 对 乡村教师这个故事 其实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 很多人可能就是接触科幻 都是这个作品 对 但我要在此非常冒昧的说一句 就是乡村教师不是我最喜欢的 短篇小说的就是投名 我最喜欢人耳地虎 但是乡村教师一定是 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 是的 对 就是哇 这个故事真是太厉害了 我好 真是每每想起都太厉害了 就是 我想说的就是 刘自欣最为成功的地方 在乡村教师这一部作品里边 表现的最为突出 在于是他所希望表达的点 都是极其的庞大深远 对 而且他面对这种点的时候 没有胆怯的选择肉弯 是的 而是选择了直击母题 母题就是宏观与微观的比较 最微小的与最伟大的 比如说就是一个穷病交加的 宾死的教师 他实际上是拯救地球的传道者 他甚至是在整个宇宙当中 都很难见到了信息的传道者 他是在宇宙尺度上 谈及这个事情 是的 那么那些孩子 你别说就知识了 营养都没有 对吧 而且其实也没有学明白 也没有学明白什么 这些小孩子 是拯救地球的最伟大的工程 那么 红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 与浩瀚的整个宇宙 就是人类的文明 与外星的文明 所有的动力 在哪呢 全部蕴藏在这个两万字的篇幅里 能看到其中就是 跌宕起伏 一波三折 然后看似毫无联系的东西 突然之间通过命运的交汇 碰撞在一起 而小与大之间 并没有什么决定的界限 是这样 就是你打比方说 如果说从老师的角度来讲 他那一生都没有走出这个村子 是 而且也没有成功 他也并没有 也没改变什么 他也并没有改变什么 但是人类文明的命运就改变了 对 这就是 而且我觉得刘思欣的 刘思欣的小说 就是刘思欣 其实所有的小说都是同一个同态结构 说实话 都是你从乡村教师开始看 看到三体 你觉得他说来说去可能说的都是一个事 但这个事很重要 这个事事实上是很多科幻都不再能谈的事 我朱老师聊的时候 朱老师作为一个对三体拥有极高 极高评论的人 他说过一个事情 就是三体 或者说刘思欣 是取得 在科幻上取得成就是因为 他回答了一个 很难回答的问题 或者说唐人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人类 放在哪里 把自己放在哪里 人类的命运是怎么来的 对 我觉得就是 刘思欣的表达里 他超出了对技术乐观主义的表达 很多人 比如说在评价里 把他跟阿希莫夫和克拉克做一个联系 然后认为他继承了黄金石兰藤的精神 但是刘思欣对技术的态度 远远超过这个程度 刘思欣比如说在 刘思欣本身这个东西 他不能称作技术乐观主 他应该是称作文明乐观主 对 就是说他给了一种 甚至堪称很罕见的 让科幻读者看待文明 特别是看待自己人类文明的一种观点 这个观点 你说他有点像基地 确实很像 但是也不太一样 也不太一样 也不太一样 就是真的 特别是《星空教师结尾》的时候 你想到这个 就是 智商官在感慨说 就这么个文明 他得再磨叽 好几万年 对 才能过这个门槛 但是就是 那又怎么样呢 就是这不影响 这样一个 用教师这样的 就是个体的节点 传递 传递 新细的文明 他的伟大 你要看到 就是在刘思欣的所有作品里边 一以贯之 贯穿的东西 就像 另一句话 他的作品里边的另一句话 就是若小不是灰灭的 也欧瞒才是 对 就是 也许这个文明很笨重 但任何文明都没有资格对他人傲外 对 就是 对 而且 你要对自己所在的文明有信心 因为它值得你有信心 对 然后他在这个就是 但是文明里边谈极的东西 就是 另一条 文明的平等 是 这是 文明的平等与分化 就是探极联邦和归基帝国的战争 是在于归基帝国并不想认同探极联邦 对于文明的认同表现 以及就是这种 这种真正亘古的大战 真正来自于对宇宙的根本 根本规则的认知 认知 差异 这件事 说实话 在之后 在三体中是展开了 是的 来描述 那是另一种宇宙社会 包括其实 这是一个很好的互文 就是你就要回头想一想 在三体当中出现的那种 什么样的 文明之间什么样的分歧 能够达到使用 就是宇宙的基础 基本规则来互相摧毁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 文明互相摧毁 实际上是一种根本上的尊重 对 在这之外的 在这之上的那些事 其实都称不上差异 文明是 就是这么伟大的东西 文明可以和宇宙一样伟大 而且你也可以把一个文明赶尽杀绝 他反而是对这个文明最高的尊重 但你会发现这些理念 和乡村教师所表现的这样一个大的尺度差异 是有联系的 是很像的 就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记得这个逻辑给自己挖了坟 然后说我对三体世界说话 但是你看今天我们在乡村教室里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面 就是在宇宙中文明和谐的歌声和他们的注视之下 一帮傻的挖了一个孩子 给他们的病死的老师 也挖了一个坟 挖了一个坟 然后孩子们和老师是注定要被遗忘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 也不会有他们的任何的足迹 但是我们能说 这其中的每个人就因此而不重要吗 而且人类文明就是会度过无数个自然的天 无数个自然年 对 然后最终最终 然后成为 按照执政官所说的 成为这个探机联邦的一员 对 进入这个宇宙里边 那么就是成为真正的星际 也许到那个时候 人类文明的形态都已经是 就是另外的样子了 但是这个文明就会这样 这就是会这么往下走 所以我觉得 文明就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他所传递的这样一种 无论技术怎样发展 文明必须保持平等和尊重的态度 去面对所有人 或者说是 他最后的结论其实落点 我认为说的很不客气的一点 归根结底是一个文明如何定义人 是坦然的承认所有人都是人 还是只把一部分人当成人的问题 就像木桶理论一样 就是解决短板 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终标志 是 就是我们可以想再远一点 就是如果文明不能发生 真正的层次性的提升 而是只是 深陷在经济发展的泥台里边 经济这个概念 你用来描述 就是人类社会状态 那可太妙了 是 是吧 那么 文明是不是有可能倒退的 是有可能的 那他 如果我们想他不倒退的话 怎么办呢 可能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文明尺度上理念的革新 这个文明尺度上理念的革新是什么呢 就是 列宁说过的 列宁在这个就是扫盲教育的时候说过的 说 应该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地位 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 为此就必须进行有步骤的坚持不懈的工作 来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 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各方面素领 这是因为就是能够把真正的知识 能够让文明传递下去 能够让更多人激起好奇心 发挥更大力量 有切只有老师这一个职业 是的 这很难 这非常非常难 对 在今天的话 就是那个职业 我们都可以用物化的方式来衡量 但老师本身对于文明传承的这样一个作用 是无可替代 而且乡教师他会传达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代际之间知识的传递 这是一个文明根本的属性 怎么传达传递这个事 会决定一个文明是什么样 大家比方说我们把这个事推到一个比较极端的状态 比如一个文明只剩下一个人 他如果说想让这个文明延续下去 那么他唯一的选择有切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他必须成为老师 是 他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让文明延续下去 如果他不能这样做 这个文明就完了 是 很神奇 这个 所以就是 有一个事 很有趣 就是第一个是 第一个事是这个关于平等的这个事 这个就是电的问题 中国最后通电的时间是什么 中国最后通电的一个村子 你可以说一下是在什么时候 没印象 没概念 中国最后一个通电的自然村是2015年 2015年12月23号 玉树藏族自治州 曲麻来县长江村 核闸通电 标志全国最后9614户 3.98万无电人口 用电问题得到彻底进 2015年年底 这么进 对 对 让这4万人用上电 从经济上它可行 确实不太可行 它有意义吗 也没啥意义 是吗 对吧 但是 你就得这么干 是 你就得这么干 你不能说因为经济的原因 就把它 秉除在社会发展的序列之外 因为这不是个算账的问题 我让你干这 不是让你算数来的 有些事是要算数 有些事没法算数 是 这是起义 七二 是韩松老师的亲身奖励 他在两所小学的课堂上 分别给两所小学的孩子们 讲了相当教室 对 两次的经历 他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 第一次 他是给希望小学的 就是来源的希望小学的孩子 讲科幻 他说这是一次崩溃的经历 因为孩子们不懂 他说 他认为自己讲的很失败 韩松老师又说 说 这是一三年的事 说 走出教室 我木然的站在操场边 看着孩子们 不来跑去 笑着烟开 觉得这些农村孩子 跟城里孩子一样 智慧 聪明 纯真 而可爱 并且头脑里 一定充满各种奇妙幻想 但我却可耻 没有把他们激发出来 那么他在这个学校里边 他想说是 我们 我是期待 更多的 科幻作家 能到农村去 到田田地头 去给孩子们讲 未来 讲他们能够 接受的科学和幻想 解决的不是 前屋上的困难 而是 开阔 他们的视野 那么这些农村孩子 同样是中文未来 我们不能让他们失学 不能让男的去偷盗 女的去 女孩去卖身 不要让他们 读了大学之后 找个工作 不要让他们 为住房医疗 还一辈子债 而要让他们成为 新思想 新文化 新财富的创造者 但这是 和气科幻的一个过程 所以那些 毕生坚守的 乡村的老师们 真是值得敬天 我终于懂了 刘慈欣 为什么要把他们 喜欢科幻 对 就是这样 这是韩松老师的 就是一次崩溃的经历 那下一次 我有个体验 跟那个特效 就是我有一次 重读 那个 生生教师的时候 我当时在玩群星 就是 对 我当时突然有点 有点意识到 有点感慨 就是 你就在那个游戏里 你看到那个社会点数 涨了一点 它抽象化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对 就是我们 作为一个地表上的生物 特别就是说老师这个事 闻王碌碌的 这一位老师 他是通过每个微观个体 搭建起来的 这一辈子 你放到那个游戏的界面上 有那时候 我觉得那一点 对 所以那就是 我有时候在想 你攒个五六十点 点到下一个决意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 对于文明来说 经历了什么 当时我就这么问自己 你想想那个数 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在当时 我应该是 哪一年来着 重新读了 这个乡村教师的时候 当时就有一个 这样的感慨 当时觉得 哇 乡村教师这个小说 真是 太厉害了 你看这是 这个就是 希望小学 在最贫困的地方 去做这些努力 然后包括 韩东老师的 作为就是科研作家 去给小学 去给 就是希望小学 孩子们讲课 他也是 试图去做出 这样一些努力 虽然他就是 事后觉得 就是很对不起孩子们 没有讲好 但是我觉得 老师自签了 但他其实还 记住了另外一个经历 就是他去 中关村医学 讲课 也是讲科幻 这一次 孩子们 就全懂 而且就是 他说什么 孩子们都懂 韩东老师 讲完之后 很快乐 但是 他说 在快乐之后 我还是更奠奠 希望小学里的孩子 是啊 对 就是资源的分配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 更古重的难题 但总得有人去做 是的 你就像 很多希望小学 包括说 我们最开始 就讲了希望工程 这个东西 给孩子吃饭 你像就是 午餐补助 然后医保 农合 所有东西 你得从无到有 得建立它 建立它 就要耗费巨大的心力 如果这事 就是纯有钱 就能解决 那还好 那还好 但问题在于 它的难度在于 它不是说 用经济能够解决问题 它是文明 需要去承担的事 对 所以说 你看 你如果说 按照经济的逻辑 去衡量 乡村教师 里边的主角 他的 渺小 如尘土 如蝼蚁般的一生 他能用 就是经济的逻辑 去衡量 你从经济上来讲的话 他不仅微不足道 甚至毫无疑 就是他 他教出那些孩子们 明天就要面对 生活的艰难 是 对吧 他能 生活的艰难 一时半会儿 甚至都解分 那其实一时半会儿 这是多少代人 都没有解决问题 是 但怎么办呢 就像狂人士记里说的 但你只要把人 惊醒了 难说这铁屋 没有毁坏期望 对 是这样 另一方面 就是 这个同样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在这个作品 或者哲学家 文学家思想下 都表述过 比如就加妙说 曾经说过 加妙说 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 就是一旦充分意识到 人生的无意义之后 是否还要活下去 因为呢 我们都会死 是 早晚都得死 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能够想到的东西 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在生物性的死亡之后 仍然能留存 就是知识 就是知识 你所提供出的观点 你所发掘的知识 或者说 哪怕你只是承担起了 这个就是传承知识的使命 这个东西都是值得为此骄傲 以捍卫其他人的荣誉 捍卫其他人的利益 包括说为了种群的延续 为了文明 去做出自己 终将要死的之前的 那一点点选择 这个东西就是有价值 我们之前跟那个 就是录过一期 何时其谈节目 就是有本书 叫《星际信使》 对 那书挺好看 对那书很好看 高老师是天文学的博士 但是我们那期讲 全是人文的 是的 包括那本书本身讲的 其实也是人文 对 那个高老师说 你从宇宙的使徒上来看的话 就是你们没什么区别的 是 就是 谁跟谁有啥区别吧 你告诉我 没什么区别 就是是什么呢 恒星也会死亡 人也会死亡 宇宙万物都在大踏步的奔向死亡 是的 对 那你能做什么 唯有在生存之际 领略宇宙之大 与自身之小 才能在无意义中 寻得生存之美 是的 所以说 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之前在各种节目里边 重复很多次 就是人类这个玩意儿 这个种群 它不是靠基因迭代的 是的 它是靠文明迭代 是的 我们又有生物性 又有社会性 生物性决定我们必然会死去 社会性和意识 却可以通过知识的传承继续存在 我们永远记得 就是几百年前 几千年前 那现在早已尸骨无存 甚至化为飞灰的先哲的思想精髓 就是他们在我们的文明里边 就是永生的 对 就像 长生九世到底是什么 对 它不是生物学上长生 是的 对 那样没有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对 如果你从整个宇宙规律来讲的话 就伤增是必然的结论的话 你追求那个东西没有意义 你要得到的是 哪怕文明走到尽头 你曾经在宇宙的存在之中 但是你问了最后的问题 然后为这个问题 支撑到宇宙的最后一刻 那个意义就来了 是吧 对 所以说 就是除了乡村教师这篇 两万字小说之外 没有任何的文学作品 能够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的角度 对于老师这个职业和身份 给予如此之后的评价 同时 老师这个职业值得 对 同时呢 就是 他也提醒着我们 就身为人类的我们 就是人类文明的知识 文化与传统 是如此这般一代一代的 以这么低效的方法 延续积累并爆发 是的 所以就是 这是刘思欣关于文明的乐观的 一个极致的表现 这不是傻乐观 他不是傻乐观 他对文明有足够的 也不是盲信 对 他对文明有足够的信心 而且你看 他怀着巨大的善意 让技术掌握在文明上 对吧 要不然的话 他就显得一个 规矩联邦一样 对不对 对 说对 但是探机联邦 在对文明形成洞察之后 仍然可以说出 宇宙的最不可理解之处 是在于 他是可理解的 他是可理解的 反过来一样 反过来一样 这就是我们 这个渺小的文明 在宇宙之中生存的时候 所感受到的美妙之处 应该也是每一个文明 所理应去感受的 是的 同时呢 就是 我们从这里边能读到 就是文明的根本意义 就是平等与尊重 反正真实片 真实片特别特别好的 不要激动 推荐大家读一下 一定要读一下 也不长 两万字 真的是只有两万字 但是就是 读的时候用的时间 都没有我们这期节目长 是的 这期节目还是废话而读 里边谈到了就是说 一些很具体的东西 一些废话 大家多担待 时间够长 够长两个小时了 这些就先聊这 行 然后 以后再调点别的 给大家讲讲 朋友们有什么观点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一下 自己的观点 行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个想成为参与者的人 无论何事 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 而是想参与其中 我想帮助别人 给别人带去欢乐 让玩家感到欣喜 在我的名片上 我是一名社长 在我的头脑中 我是一名游戏开发者 但在我的心里 我是一个玩家 全球授权十余种 深受全世界游戏爱好者期待 盐田聪仪式唯一著作 盐田先生 任天堂传奇社长如是说 有声书 现正发售 逸林出版社正版授权 好翔海演播 集合网 集合APP 全网 独家上线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